大家好,我是小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一位西方绘画大师弗拉格纳尔 我想会把弗拉格纳尔列为自己最爱的画家的人应该数量不是很多 可是喜爱弗拉格纳尔的画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布隆奇诺和角式主义 我曾经评价他说你要么爱他,要么恨他,没有中间路线 那么对于弗拉格纳尔,我想我可以说没有人不爱他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画作吧 弗拉格纳尔最出名的画作当属这幅鞦韆 现在挂在伦敦的华莱士收藏馆 画面的中间是一位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年轻女士 她正坐在鞦韆上高高的荡起,一只脚也抬起来 脚上的鞋子也随着鞦韆的荡起飞了出去 抬起的脚戴起了裙子,露出了裙下的一只小腿 目光再往女士身前下方走 一位年轻的男士正躺在花层中 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如果我们顺着他的拿着帽子的左手朝女士的方向看 我们会发现,这位男士正将女士裙底的风光一览无余 男士头上方有一个小天使的雕像 小天使正把手指头放在嘴上 仿佛在说,别出声,别被别人发现了 而在女士的身后,阴影中有一位男士 正在微笑着,当着女士所做的鞦韆 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男士的存在 根据记载,这幅画创作于1767年 当时法国宫廷的一位上层人士 向画家杜伊恩定制一幅作品 要求画他自己年轻的情妇坐在鞦韆上 鞦韆后面有一位主教在推 然后他自己在下面欣赏情妇的腿 画家杜伊恩此时是一位成功的历史宗教画画家 所以画这样的内容不是很合适 于是就拒绝了这个订单 转而介绍弗拉格纳尔去接这个工作 此时作为画家的弗拉格纳尔 正在经历职业转型 从之前的为王室绘制历史画 转而去接私人定制的室内画 这种画呢通常篇幅不大 挂在收藏人的私人房间里面 观赏者也很私密 根据定制的要求 这幅画的主题自然是放荡不羁 甚至是充满了情色的意味 于是弗拉格纳尔选用了洛可可风格 来完成这幅画 那提起洛可可风格呢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看到 不过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 洛可可风格的装饰艺术 比如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 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其复杂的 不对称的曲线形式 这些花纹和造型有一种自然主义在里面 但毫无疑问是经过夸张的 戏剧化处理的 繁复的形式 洛可可艺术呢盛行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 那此时呢 法国的贵族阶级抛弃了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 宏大奢华的凡尔赛宫 转而回到了私密性更好的巴黎的连排别墅里 此时一种叫做求爱派对的艺术形式 成为洛可可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这种艺术形式呢 开始不再描绘宏大的宗教画和宫廷画 而转而描绘贵族阶级的私人的享乐 洛可可风格细腻奢华 非常注重对细节的描绘 洛可可有一块非常柔和轻快的调色版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粉红粉蓝 天鹅绒细腻的丝绸雷丝 画中还能找到小天使 丘比特 维纳斯 仿佛是梦境一般 现实与幻想融合在一起 弗拉格纳尔有一组非常著名的作品 《爱的进程》 一共是四幅作品 记录了爱情中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幅 追求 画中左边的男士正拿着一支玫瑰 想要送给右边的女士 玫瑰代表了爱与追求 但是看起来女士想要逃离呢 不过她的两个女伴似乎正劝她不要离去 画的右上角有两个小天使 正在按着一只海豚的雕塑 海豚代表了爱情和欲望 只是爱情还需要捕捉 还未到来 第二幅 见面 画面右边的男士正从梯子翻越墙头 来到女士的身边 女士的右手中拿着一张纸 这大概是男士写给她的情书吧 可能女士正在花园里看着情书 没有料到男士的到来 所以脸上的表情略显惊慌 看向别处 又或者男士的信中正是约了女士在此见面 但是此时女士听到另外一边有人经过 所以扭过头去一面观察情况 以免用手势让男士先停一停 身后的台子上的雕塑是丘比特和维纳斯 有趣的是维纳斯没收了丘比特的剑 仿佛是想让这对恋人坠入爱河的速度慢一点 第三幅 爱人戴上王冠 这幅画中女士给男士戴上了爱的花环 周围的环境也是开满鲜花 连女士的身上也挂着鲜花 这是在庆祝他们的感情的承诺 他们甚至还请来了一位画家 正在画面的右下角 永恒地记录着这一时刻 这对情人背后的石柱上 有一个沉睡的丘比特 他的工作已经完成 可以休息一下 进入梦乡了 第四幅 情书 这对恋人正在读着过往的情书 回忆着当时求爱的情景 女士正在读信 而男士则深情地注视着女士 哇 这种甜蜜 这就是爱情吧 他们处在鲜花的包围之中 女士好像坐在爱的圣坛上 下面趴着一只小狗 代表着忠诚 这是一幅对于爱情和忠诚的赞歌 而右边的雕塑 是友谊女神和一个小天使 友谊女神正拿着一颗心 小天使正在要求得到这颗心 友情和爱情乍一看 似乎是不沾边 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 一些比较先进的作者和哲学家 已经提出 忠诚的爱情 有一天会发展成为伟大的友谊 同时回过头去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画的背景 茂盛的大树犹如木布一样 从一开始的树枝蜂长 到后来的繁花似锦 再到最后的一片安宁 这些背景也很好地衬托了爱情的发展 这些画本来是当时法国国王的情妇 杜巴利夫人委托弗拉格纳尔 为他新装修的别墅的一个房间 所绘制的系列画 但是最终杜巴利夫人并没有收下这些画 而是另外请人重新绘制 为什么不收呢 有人说是因为杜巴利夫人的别墅 是新古典主义风格 与这些画的画风不是那么符合 也有人说 这些画中的女士和杜巴利夫人过于相似 而画中的男士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过于相似 就算大家都知道 你也不能把他们的关系画得这么直白 其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自己就非常推崇享乐 所以洛可可艺术与这位国王紧密联系 甚至有人称之为路易十五艺术 而弗拉格纳尔的艺术将这种爱的游戏 变成了一种更加情色 更加私密的风俗画 这一幅是门栓 这位穿着睡衣的男子伸手去触碰门栓 这位女子是在拒绝他吗 还是自己也想要关紧房门 整幅画都在卧室中 各种元素都充满了情色的意味 枕头 床脚 还有旁边桌子上放着的一只苹果 这一幅是偷吻 正中间的男子正在亲吻着女子的脸颊 目光往右看 开着的门缝里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几位贵妇 她们可能正在聊天 也可能正在玩纸牌 画面中的女子 本来应该是她们中的一份子 可是却悄悄地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撕会自己的情人 情人迫不及待就吻上了她 整幅画非常的细致 画出了奢华的质感 女子身上的丝绸和蕾丝 旁边的红色的和绿色的帐漫 甚至还有地上有鲜花图案的地毯 这些都是弗拉格纳尔精湛画工的体现 弗拉格纳尔年轻时 曾受皇家学院的资助前往罗马深造 他也曾游历整个意大利 所以意大利艺术对弗拉格尔的艺术影响很大 同时呢 他也深爱着北方画派的记忆 比如卢本斯的色彩 还有伦伯朗的明暗对比 这幅无用的抵抗 描绘的是一位女子在床上 苏胸半裸 要用枕头去打已经睡去的晴朗的画面 其中就能看出一些卡拉瓦乔的影响和伦伯朗的技巧 这种光线的处理 明暗的对比 让整个画面立体化 仿佛在邀请观众也进入到画中 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画中的情景 这幅情书 相比弗拉格尔的其他作品 似乎有种并未完成的感觉 画中虽然主要是一位女子 但是这并不像是一幅肖像画 而更像是一幅风俗画 此外 画面中对于光的效果的捕捉 让我觉得看到了之后的印象派的影子 看到这里呢 我想我应该可以回答 今天视频开始的时候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喜爱弗拉格尔的画呢 我想除了弗拉格尔扎实的画工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弗拉格尔的画明显是具有情色意味的 是享乐主义的 可是他在这种放纵的欢宇当中 加入了童话的色彩 让人从中看到喜悦 甚至能从中看到纯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小白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对西方绘画大师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之后呢会有更多的介绍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